今天就很想在這裏作一個終極的回應 其實我都決定不會再作什麼回應 但是見到各位這麼辛苦 其實我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我在這裏再重申一次 我從今天開始 或者從此一刻開始 我就不會作任何的回應 73歲藝人李隆基的內地未婚妻黃青夏 因涉預期居留及使用虛假文書等6項罪名被捕 目前在大纜懲教所被還押看管 連日來基哥風雨不改來探望黃青夏 而原定2月28日是黃青夏保釋呼嚇申請 但今天的相關資料顯示已經被取消 記者追問基哥具體情況 他只是回應不想討論4個字 之後他探望黃青夏出來 又突然諸報嚴肅受訪 再三重申自己不會再就事件作出任何回應 並希望記者不要再每天在此等候 對知黃青夏的案件押後於4月16日再信 之前基哥透露證據確鑿勝算渺亡 但無論如何他都會盡最大努力幫助未婚妻